安娜是一名小学教师,她的性格非常敏感,内向,学生杰克很喜欢她,经常向她提问,安娜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男友保罗。 保罗因为工作忙经常出差,这让敏感的安娜很没有安全感。 这天保罗因为工作调动,想和安娜一起去另一个城市生活,结果还没等她把话说完,安娜就误以为保罗要和自己分手,气愤地骂了保罗一顿,开车走了。 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,昏迷过去。 等安娜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殡仪馆的台子上,一个男人正在给她化妆,看到安娜醒来,男人丝毫不慌张,还介绍自己是殡仪馆的殡葬师艾德。 艾德告诉安娜,她已经死于一场车祸,安娜不相信自己已经死去,反问自己为什么还能说话,艾德说自己有和私人沟通的能力,还拿出安娜的死亡证明来给她看。 安娜半信半疑,艾德告诉安娜,几天以后就会举行她的下葬仪式。 这时安娜的母亲来殡仪馆看女儿,艾德花言巧语,哄骗着给安娜注射了一针药剂。 安娜陷入昏迷状态,母亲看完后伤心地离开了。 这时保罗也知道了安娜去世的消息,他直奔殡仪馆,要求见安娜一面,却被艾德以不是直系亲属为由拦在门外。 安娜在殡仪馆里看到保罗,激动了他,大声喊叫,却被厚重的大门挡住了声音。 安娜重新对自己的死亡产生了怀疑,他决定要逃出殡仪馆。 趁着艾德出门办事,安娜偷出了他口袋中的钥匙,准备逃跑。 可是等他来到门口,发现钥匙根本打不开大门。 绝望的安娜只好拿起客厅的电话打给保罗,保罗却以为是谁的恶作剧,挂掉了电话。 这时候艾德回来了,看到安娜想逃跑,艾德又开始给安娜洗脑,告诉安娜,鬼魂在刚刚死去的几天都会反复挣扎。 他还劝告安娜,千万不能去见活人,否则就会坠入地狱,不得超生。 为了让安娜相信自己已经死去,艾德把安娜带到镜子面前。 安娜看到镜子里自己面色惨排,额头上还有车祸留下的伤痕,终于相信自己已经死去。 但是,这一幕恰巧被窗外的杰克看到,杰克把老师还活着的事告诉了保罗。 保罗冲到殡仪馆,再次被爱德阻拦,而此时安娜已经被洗脑闯公,安心,等待下葬一世。 第二天就是安娜下葬的日子。 爱德把安娜打扮得非常美丽。 安娜提出想再看一眼自己,爱德随手把镜子递给她。 安娜拿过镜子,正感叹自己年纪轻轻就死去。 发现镜子上居然有自己哈出来的雾气,这才明白自己根本没有死,使爱德欺骗了自己。 但是为时已晚,爱德又给安娜注射了一针药剂。 安娜陷入昏迷之中,就这样被活埋了。 爱德将安娜的照片贴在墙上,墙上已经挂满了照片,可想而知,爱德杀了多少人。 保罗在葬礼之后借酒消愁,爱德却火上浇油,告诉他其实安娜没有死。 保罗立马开车去墓地,途中却发生了车祸,结果保罗也出现在了殡仪馆的台子上。 爱德顾忌重演,告诉保罗他已经出车祸死了。 不管保罗信不信,他没有办法再活着走出殡仪馆呢。 所以说,人要自信才行,说不定关键时刻可以救自己的命。 感谢观看